明年总统大选是蓝绿白三方对决的局面 根据了最新出炉的两份民调显示 民进党的赖清德稳居第一 其次是国民党的侯友宜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则是占居第三 而且赖清德胜过侯友宜大约是800分点 看似稳定领先 不过他提出的证件 上任之后要再设立专案办公室 也被在野党批评说是口号治国 大家平安 安安 直播开始前 跟副总统赖清德和静总发言人 和总干事当场晚起自拍 我比较辛苦我在前面点 对 刚刚动动动动 就连拍动动也是小case 潘梦娥和赖清德自然互动 可见平时好交情 静总和社群都经营的有声有色 成效也反应在支持度上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最新民调 赖清德以36%支持度 胜过侯友宜的28%和柯文哲的25% 同一天出炉的网络民调 赖清德同样以32%稳居第一 两份民调中 赖侯之间的差距都落在8%左右 不过赖清德提出要设立专案办公室 这项证件引发批评 该设立的设立 那当然该做一些调整 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之后 做一些适度调整 太开民进党执政7年来 陆续设立超过10个专案办公室和国家队 被在野党炮轰是为了酬庸 让政府组织跌床架屋 毕竟每一份公堂都是人民血汗钱 这些办公室是否真的有必要 还得仔细评估 记者林成吉宏伟才提出报道 新北市三峡区一处山坡 发生了货车衰落山崖的意外 一名驾驶准备要停车 但是没有注意后方 整台货车直接坠落了30公尺深的山谷 还好消防人员货报赶到现场 用绳索将这个车子给吊起 驾驶还有一名乘客没有明显伤势 警方目前排除酒驾尿货 但是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故 还要再做厘清